十二天就要來選紀錄 先把市長的選前 來看國民黨和民進黨 兩位市長好選人 蠔優宜跟林家龍 今天是電開公辦的電視證件 發表會 蠔優宜是退消他的證據 說他做市長一路走來的建設 林家龍是領機會 考試蠔優宜挑戰 我從一個基層的行情 一步一腳印 爬了十五個位置 現在來當新北市的市長 我心中的信念跟價值永不改變 正處連今的新北市長 蠔優宜跟隊長林家龍 正確發表會對關 現時每天的問兩人 是真的要心房 是會做落跑的市長 蠔優宜是這樣他們的 哪一個事情 他們的小事都是我的大事 我都用全心全力的 把握我現在能夠為他們服務的機會 全力有負 讓他們能夠過到安居樂業 所以這幾年來 不管我當副市長 我當市長 角色不一樣 認真的態度永遠是一樣 聽到他這樣你說他對手 民進黨候選人喝家龍真的董不住了 我聽不太懂侯市長剛剛的回答 我想發言人應該也是一頭霧水 真的不需要避重就輕 達非所問 人家要問你 這個如果選了市長 之後會不會又去選總統 就yes no 只要要侯優宜先說 不會做半年的市長 也請侯優宜 並沒有替現在既然的環境接種 不是說請大家跟著我走 但我不講我要去走去哪裡 這是新北市這12年來空轉 然後你只帶大家信任你 一個做好警察的人不一定能夠做好市長 更何況是總統 412年的公職生涯 我雖然不是金人 我是一個警察出身 尤其是第一個帶隊打仗的刑警出身 我用我的行動展現出來 保衛我們中華民國守護 台灣人民這塊土地的安全 維甘的動選之後 國旗選總統到選人之下 這有重疏的問題 像差不多兩禮拜的選前 又贏期若勒的論前